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花通常闭关会做些什么事情 闭关通常会 坐着 睡觉 吃饭 做饭 然后 偶尔写写歌吧 会不会来一个吃播给粉丝解决查 吃播 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做吃播想吃什么 吃什么 吃我自己做的饭啊 做什么东西有想过吗 我打算学习一下 巧克力牛角包 代言黑人牙膏花花体验到了什么印象深刻的产品 嗯 就 看到牙膏里面有星星就还觉得还蛮神奇的 然后因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就是很有趣又很好很好看的牙膏 还有牙贴也是第一次尝试 然后觉得还蛮新鲜的 如果与黑人牙膏合作开发一款新品它会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送给歌迷的然后做一个火星红的牙膏 对 黑眉球说要和你一起代言黑人牙膏 你怎么看 嗯 黑眉球之前是没有牙的时候 所以在这一次 哦 黑眉球的牙齿还蛮白的 可以一起代言吧 哈 上次拍摄笑足一天的感觉怎么样 笑了一整天啊 嗯 就拍摄的时候还还蛮有趣 然后也是第一次 就是每一张照片都是需要 嗯 鹿牙齿的笑 因为平时可能拍片都是要酷酷的感觉 那这一次 我觉得还蛮新鲜的 然后 然后隔周自己也会笑成 嗯 看到很多你在片场经常笑得很开心的花絮 当时在想什么 诶 想就是 嗯 开心的笑几张 马上就 结束了 就可以吃好吃的 他牙膏广告 是不是一定要笑够八颗牙齿 不一定吧 八颗牙齿我想想 那差不多 八颗要有吧 八颗要有 我笑的时候 嗯 十颗 要不要试一下 边笑出八颗牙齿边唱歌 我想要唱什么歌 嗯 咳咳咳 唱 啊 唱一个我自己的歌吧 嗯 唱一个 唱一个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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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有一点点难度 因为要学习一下 然后要了解每一款 产品的功效 然后 要很准确的去 向大家来介绍这样 有学会什么种草小技巧吗 就学会用手背来展示产品 猩猩牙膏 食物是真的很漂亮 好 接下来是属于火星人们的时间 看看他们都问着什么问题吧 好啊 小呆菊的冰淇淋 让鱼选择 一个月不吃冰淇淋 坐急速过山车 自己一个人去看哥斯拉或者恐怖片 最抗拒哪一个 嗯 哇 我最抗拒哪一个 一个月不吃冰淇淋吧 冰淇淋我每个月一定要吃的 不吃会 会很难过 然后吃完心情就会很 然后也会 笑得很开心 想问问大哥刷牙的时候会想什么 会不会突然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感觉被自己帅的 这个人是ASHC1 刷牙的时候啊 刷牙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在刷牙 刷 呃 正面啊 然后呢 背面啊 然后侧面啊 认认真真的刷牙 然后 镜子里的自己帅到 我觉得我每次刷牙的时候 不太看镜子里的自己 就认认真真的刷牙 埋头刷牙 好喜欢小爱鼠的小肚子 他的小肚子是因为他跟你一样是个吃货吗 嗯 对 这个小小爱鼠它是 它 专门设计它有一个小肚子 就是 然后手上又拿了一块奶酪 就让 让 会觉得他 一边又很酷 然后但是一边 他就有一点点 就是懒懒的 很爱吃 又很 很可爱 就是 集一身 一身 可爱的 可酷的点 在身上 好 前卡小 阿唐一母 想问一下大哥 拍摄笑的 露出两 牌牙齿的广告是什么感受 哈哈哈哈 嗯 感受就是 越笑越想笑 呵呵呵 呵呵 越越露牙 越想笑 然后 但但其实一直笑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 嘴巴会有一点点 僵 僵硬 然后 需要放松一下 自己 然后就 哭哭嘴啊 这样 鼓气 我离孤单几公里 想问 大哥 你觉得黑莓球和你谁的牙更白 嗯 一样白吧 但是黑莓球的那个牙对比性的话 可能黑莓球的白一些 嗯 这里几位火星人的告白信 希望你能亲自签收 好啊 老阿诚 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都会在你身边 在寒冷的夜里 也会陪你热闹起来 说好的 春暖花开的演唱会 有吃有喝有玩有唱 只要有你在 每天晚上 都在 开 不许嫌我们唱 只能宠的 眼 他这个图 哈哈 他这个图画的还蛮有意思 很多的黑莓球 还感觉很热闹 那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在 在外面 走一走 突然 这张图感觉把我的生活变得很丰富 好了 很有创意啊 看下一个 快男总决赛 我紧张又激动的心情 还历历在目 七年好快 我们还有无数的七年 华晨宇Forever 哇 哇 他从七年前就一直在 在 微博上留言啊 这个是我拿冠军那一天 然后发了很多条 微博 这个 时间是过得很快 都七年了 还有呢 还有还有 还有 还有呢 宝贝你巧克力牛角包做出来了吗 我会做 哈哈哈哈哈哈乘以食 给你看看我剪的你吧 我跟你说我们 我们 赖上你了 我们一直在 新世界太美好了 他剪的 他自己剪的 剪的很好啊 我都认出来这是我了 这个是我 歌手 总决赛的时候 唱 七重人格的那首歌 我的服装造型 嗯 很厉害啊 小华 这是我儿子写给你的 他好喜欢好喜欢你 花花我好喜欢你 你 你 穿黑色的裤子真好看 花花 哈哈 黑色 那我 我今天没穿黑色的 不太好意思 但是我 那 既然那么喜欢 那 我以后 再 找机会 再穿黑色吧 然后你的字写的 还挺可爱的 跟我小时候差不多 跟我现在也差不多 哈哈 哈哈 华晨宇你是否在为 饭点吃什么而烦恼 你是否因为好吃的太多 而纠结吃哪个而烦恼 自从有了一口好牙的黑眉球 一切都不是烦恼 大转盘即刻上线 让 女女不再为吃纠结 看到就是转到 好好吃饭好好刷牙白牙我有 哇 讲的还挺嚣嚣口令的 他这个转盘 哇 全是吃的 我有时候确实会因为吃什么而烦恼 因为 就每次 肚子饿了吧 就就会想 吃东西 然后呢 就有时候 嗯 选择太多了 就想 哎这个想吃那个也想吃 然后呢但是 又不知道具体吃哪一个 又不能多 全部都买回来 那样就会有点浪费食物 然后 想的太麻烦了 我就不吃了 对 如果现在让我选一个的话 那个指针 我当然是希望它 钻在火锅 不辣的火锅 顺便看看火星人们踊跃的留言吧 醉也 醉也从容 and 歌也从容雨 大哥闭关就好好休息吧 要是想找我们聊天也是可以的 多多长肉啊 胖到150斤 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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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嗯 胖到150斤 嗯 有一点点难 但是我已经 比我 嗯 比我 参加 王牌跟歌手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比那个时候胖了有 十 十七八斤了吧 对 也就是 还是 还是胖一点的 我现在比歌手总决赛 那天 要胖了 十八斤 谢谢你 我会努力的 我会努力胖到150的 微笑 感谢华晨宇为火星人考虑了这么多 真的是一点选择恐惧症都没有了 看着这些代言产品就好像和你生活在一起一样 每天精致生活 等春暖花开见面 大家一定都是精致的黑眉球 那就回一个希望你们用的开心 那么舒适 好了 好吧 花花很喜欢动漫 提到笑容 你会先想起哪个角色 陆飞啊 当然是陆飞 陆飞 笑得很可爱 对 其实孩子往里面每一个人笑的都是 都是 很开心的笑 那来模仿一下陆飞的笑容吧 现在任务升级 请根据情境演绎花式笑容 好啊 突然发现中了议员大奖 议员大奖 议员大奖 还原一下黑老师的笑容吧 黑老师的笑容 不错 赶紧 请订阅 如果您带来热买 请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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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 哈哈 马上可以收工去吃火锅了 嗯 听听 嘿嘿 最后来个花式早安语音送给粉丝吧 先来个长辈的口吻 长辈的口语啊 早安啊快起床刷牙了 带上笑容开始闪耀的一天吧 语气再长辈一点 我念一个爷爷的本 早安啊 早安快起床刷牙了 带上笑容开始闪耀的一天吧 魔法蜡笔小心或糖老鸭试试 好糖老鸭的版本我选糖老鸭 早安啊早安快起床刷牙 带上笑容开始闪耀的一天吧 最后模仿一下少女漫画男主角吧 少女漫画 我没有看过少女漫画 男主角可能就是温柔一点 嗯 嗯 走了啦 快起床刷牙了 带上笑容 开始闪耀的一天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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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